我喜欢去酒吧 然后KTV啥的 我喜欢这种氛围 有姐妹说喊我想去的时候 我就提前跟她吵架 吵架生气了 然后就去玩 那里面是你花钱吗 都是我花钱 去了刷我的卡 自己埋下的苦果 自己炒 我看中了说她这个人 我可以慢慢地带领她 当时这个事出了之后 生活一落千丈 我觉得我必须得 活得像个人样的 就为了她 毕竟那时候 相信30岁了 假如说那时候 要把房子卖的话 一般的女生 是很难接受的 她说就是卖房子卖地 这个我听完了 我说来心里 这个男人最值得你去珍惜的 不是他以前有多宠你 多爱你 多让人的 我觉得是 他愿意花十年的时间 去等待他爱的女孩长大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本节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 赞助活出 来 认识一下我们三位 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 重庆卫视主持人 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心理专家 百艳怡 掌声有请 今天的被制线人 张志谋 土磊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现场的各位观众 你们好 听说 你们结婚十一年 对 但去年十二月 才领个证 是 啥意思 这是 刚开始是 我是要扯证的 但是他 不想扯证 哦 那他今天为什么来向你道歉 就是因为他的性格 可能就是说 比较跋扈一点 然后 其实一直都是我容忍他 可能就是说 觉得心里过于不去了 就以前一直以来 你都属于在家庭里面的 劣势地位 差不多吧 基本上都是我包容他多一点 那去年十二月份 怎么就扯了呢 他想通了吧 那我是你的话 反过来我倒不愿意扯 啊 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制线人 黄灵丽 杜磊老师你好 三位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哎呀 这穿的真像公主啊 你今天特意穿成这样 还是说平时就喜欢穿成这样 我平时喜欢穿这种裙子 你喜欢他这样的打扮吗 喜欢他这种公主造型吗 挺喜欢的 但你们俩的风格 真是截然不同 就是你是属于特粗糙的 她是属于特精致的 洋娃娃那种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我们之间还是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呢 我表姑父是他的亲三叔 我们父母之间都认识 然后他是08年的时候 毕业之后开了玩具厂 然后他爹妈可能就觉得他开场了 然后就应该找一个比较聪明点的 看起码是看上去比较聪明点的人 帮他一起来分担一点压力 他爸妈说的 你就是那种看上去和实际上都不聪明 你属于哪一种 确实我后来的表现 确实让我婆婆有一些失望的 你家里几个孩子 我们两个 你有个 有个姐姐 你呢 我还有一个幼妹 比我小11岁 就幼妹呗 所以我的性格形成就是 从小我十几岁都就是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我爸就把我当儿子一样那种宠 我从小到大 我爸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放心 爸有的是钱 他就是想给我的感觉 就是说你别为钱操心 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能给你买 就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我把这句话当真了 后来我长大了 我才发现 其实我们家并不像我爸说的那样 我们家有的是钱 你们家到底怎样 我爸毛笔字写的还不错 就是春节的时候写点春联 卖春联 然后现在的生意做了20多年 食材厂 食材教育厂 那应该还有点钱 但是在八几年写春联的时候 确实不是特别有钱 给我的感觉是 你可就是花 咱家有的是钱 给你花吗 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吗 确实是 我们八几年的时候 给孩子买一个那种电子琴 就特别稀奇 一村都没有就我有 那时候特别流行 八几年穿那种毛衣 是那种材料 里面还有隔一层那种 很舒服的那种料子 但是我们老家买的 就是那种粗糙的毛衣 但我有那种特殊的那种 我爸就特意从北京买回来的 那衣服在当时50块钱 其实特别贵 八几年50块钱 那一个电子琴多少钱 电子琴这百十块钱 这衣服春联多少钱 春联那几一块多钱 几毛钱 那时候 那一家电子琴得卖多少春联 对 就是这样 说明你爸虽然教育方式不对 但是真的爱你 是的 对妹妹好吗 也是 对她也是特别好 听你爸那么说 那么教育你 就觉得 有哪个男的娶了你 那真是灾难 是吧 你们俩刚相亲认识的时候 对对方啥印象 我跟她认识相亲那年 我才21岁 我妈是不敢跟我说 是给我相亲的 就是说 你姑父带你去见一个朋友 就跟你岁数差不多 去的时候 我确实没看上 她当时的个子特别矮 然后又黑 不会打扮 跟了我之后 我还给她收拾了手指 当年还土一点 对 然后我妈就问 看得怎么样 我说没看上 我说你是相亲吗 我妈说对 就是相亲 我说那我没看上 你呢 你看上她了吗 肯定看上 对 觉得漂亮 这只是七一吧 然后 其实我一直挺相信雅然的 因为在她之前 其实我也想过几次七 没有那种感觉 再怎么说 她说话的方式 也挺吸引我的吧 啥方式 就是我当时看不上她 我为了让她看不上我 然后她就问我 她说 你对相亲什么看法呀 我说我都不知道 是来跟你相亲的 我什么看法呀 我没有看法 那你们俩咋就结了婚呢 我当时跟她 大年29 跟她见完面之后 我回家了 她见了我爸跟我妈 我爸跟我说了一番话 因为我特别相信我爸 我爸就说 这个孩子是靠得住的 你跟她没错 因为她三叔跟我爸 介绍她的时候 说是这个小伙子 特别好 然后又开厂的 然后能力各方面 都都杠杠的 就是玩具厂 玩具厂 然后当时我爸问她的时候 她并没有这样说 她说我是事业刚起步 我所有的资金 都投入到这个厂里面了 然后我爸就说 那你厂里多少工人呀 然后他跟我爸说 我厂里没钱 请那么多人 才四个人 四个人还加上我呢 我还在那边干 挺踪实 挺谦虚的 但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她 然后她就要了 我的手机号码 我们俩就打电话 你为什么要给呢 我妈给的呀 我爸我妈看上了呀 因为我爸确实 在我门前没少说 你说这个怎么行 怎么行 你相信你爸的没错 给他之后 我们俩就报电话周 然后他就 你跟他报什么电话周 你都不喜欢他 他初三的 就已经回厂里面了 因为他说话 还是挺幽默的 他不是那种 那种就是说 像我想象的那样 你喜欢跟他报电话周 但是你不想看见他的脸 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 是这个意思吧 对 然后他就说 你来我们厂视察视察吧 你是领导 他让我去视察 然后我就说 他是什么领导 他是我的领导 这马屁拍 哎呀 然后我没想到 他当天晚上电话挂了 他就把飞机票给我订了 我去了之后 我们双方的父母本来就力挺这个事儿 我去了之后更力挺了 我妈就说我闺女已经去了 你这事儿得定了 他爸他妈也说 你闺女已经来了 咱得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 定了 我们是认识18天就火速了 办了结婚典礼 你咋一打自己的主意都没有呢 去了他们厂之后吧 他有一个举动 我特别就是我心里挺踏实的 我去了第一天 我进了他们厂门 他工人就喊老板娘 然后我就有点虚荣心嘛 当时我去了之后 他发现了我是来立嫁那两天 但是他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我衣服啥呀 不让我碰凉水 啥啥都跟我洗得好好的 弄得好好的 打动了你 然后我就提了个要求 我说父母老打电话催 然后我妈就说你已经去了 我们老家是你去了之后 你就得你就是等于说就是默认了 他父母也说 我们确实看上了 然后我觉得你俩特别合适 婚礼就得办了 然后这都得领了 我一听说领这 然后我就说 我就私下我都跟他商量 我说这样吧 你真的挺会照顾人的 我说这我挺感动的 然后浪漫这一块 也挺会小浪漫的 也符合我的标准 我说咱不扯证 可以先把结婚典礼办一下 在我们老家办了结婚典礼 也相当于结婚一样 一两年或者是两三年 咱们觉得感情好了 我们这相当于是 先结婚后恋爱嘛 行不行 我说你要行的话 我们就这样 就当谈恋爱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 我说那就算了 去了工厂嘛 然后那时候就有安揭一个房子嘛 然后就把他的名字 过付到他的名字上 那时候厂里的一些那个 就是说出口的外购的一些单子 进账的一个卡 然后我就说 你要是不放心 我就全部交给你保管 就这样 让你心里有一种踏实感 然后你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 过付到了他名下 对 还是都写了两个人名字 没有 全部过付给他 那你这样肯定被打动啊 又满足了你的一个小虚荣心 那是啊 然后他也没有提领证的事 然后我也没提 就觉得不需要一个证 我们之间 我就当时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因为当时也确实是忙 当他告诉你 我已经把房产过过给你 你内心啥感受 感动 然后我还巴不得 我还在我闺蜜那儿炫耀 那你为什么不跟人扯证啊 因为说好了嘛 两年嘛 两三年嘛 当时确实觉得 我这个婚姻特别幸福 我还感谢我爸 我说你没看错人 毕竟做生意这么多年 你看人的那个眼光确实好 他确实对我是真心的 最起码在这个举动来说 我当时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应该是当时 我应该就在他过户完之后 我们俩就马上把这儿领一下 现在后悔了 现在想起来 有一点那个 就是给他可能觉得 我不相信他那种感觉 那结婚之后肯定有矛盾嘛 婚前不了解 婚前确实 多少还是有一点 有啥矛盾 因为我喜欢去酒吧 然后那KTV啥的 我喜欢这种氛围 他还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看谁家正经女孩子 去那种地方 我说那种地方怎么了 然后我就故意 有时候想去 想去的时候 有姐妹说 喊我想去的时候 我就提前跟她吵架 吵架生气了 然后就去玩 那花钱呢 那里面是你花钱吗 花都是我花钱 那去了刷我的卡 那一次刷多少钱 那个时候是10年吧 那去一次酒吧都得花三四千块的 那你哪来的钱呢 人家把卡都在我这儿 对 厂里的账是你管啊 对啊 你心也太大了 他基本上每个月发完厂里面工人的工资 我手上还能剩个两三万这个样子 然后当时就是特别虚荣心 就感觉自己有钱小富婆一样 然后我就去美容院那个洗脸的时候 那美容院小妹的奶茶呢 都是我买 这都不说 这不算什么 那美容院的那个老板娘过来跟我说 她说妹呀 店里面有一套那个内衣 加上那个内裤 可以预防那个妇科病 但是有点贵 我说多少钱 一套得九千多 然后我说那行 我来三套 我得坏呀 我就是感觉自己就是 当时没有那种省钱的概念 我回老家那时候 我所有的 就是很多年都不认识的同学 那都是刷我的卡吃饭 那都是我来请客 有我在不让你们掏钱 就那种感觉 然后他就意识到了 这样的花下去 那得破产 那得家得熄火了 他就开始有意识地 就把那个账了 他说要不然还是我来管吧 我给你一个月拿点钱 够你花就行 你当时嫁给他 你知道他玩具厂一年 大概挣多少钱 不知道 我就知道他把东西给我了 挣多少钱 一个月差不多好的话 有时候有六七万这样 他给你多少钱花 他当时把三成卡都收回去之后 他一个月就给我不到两千块钱 比如我们是做生意的嘛 平时以前还钱的时候都不用担心的 钱基本上够还 然后他搞了差不多大半年吧 然后感觉到有时候还上下钱的时候就比较吃力 然后我就有说 嗯 反正有就是说 用我的方法来引导他 你要不然就直接把卡给我 他花钱开始确实是有点大受到击 对啊那哪够你赚的你创业多不容易啊 哎但是就像看刚开始我了解他的一样 他其实在家里就像刚才他说他老爸一样 哎你随便花我有钱 就这样 哎他厂里面有人会说你吗 你也不上班也不去厂里 我连厂工厂的工人工资我都能算错 当时你还你让他算工资 我送货呀拿单呢基本上都是自己拿 然后就是说三账 我说我来交给他让他来算 就这样 嗯 算工人工资算错嘛 然后工人就在他面前说 你看我的工资多少多少 他给我算的多少多少 他就在工人面前说 他说少算了 你把你算的拿来给我兑 我补给你 但是你不能这样说老板娘 他一天不会算 两天不会算 三天还不会算 一个月不会算 两年他还不会算嘛 多大个真够快 你给他一个时间 这边哥们也说他 他说你看你娶个什么玩意儿 我老婆算账能多那个 然后他就说 我娶的女人好不好 我慢慢教他行吗 我们家事 你看你在这干啥 咱吃萝卜蛋操心 然后但是他关起门来 他就说我 你可不能这样啊 这样咱再多的家产 被你算没了 你得慢慢的 慢慢开始用心了 自己埋下的苦果 自己尝呗 对吧 我看中的是他这个人 我可以慢慢地 带领他 我估计你也好吃懒做吧 这就是我婆婆口嘴中 没少说的 然后我婆婆就说 我们家就取了个祸害 甚至当时我婆婆 还怪他三叔 就说你看你 你给我找的是媳妇 怎么好吃懒做 啥活都不干 你什么活都不干 我嫁过去之后的三四个月吧 我就怀孕了 就更觉得自己是个 就是稀有动物了 就更不用干活了 然后怀孕了之后 我婆婆就更觉得我娇气了 就更受不了了 做了一桌子的饭 我不吃 我非要在外面买着吃 我婆婆就说 祸害 你这样 就是谁家人 就是像你这样 现在想起来 当时自己真的是特别 你爸妈没教过你 不懂事 我爸妈 我当时怀第三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孕吐特别厉害 我就在仓库 那时候我记得 我婆婆刚做好饭 我就试探她 我说可能是因为 我是不是吃广东的东西 吃的不习惯 要不然我回去一段时间 让我妈给我调理调理 我婆婆当时 可能是积压 很长时间的情绪 然后就发泄出来了 就把那个筷子 跟那个碗 往地上一摔 我婆婆就说 可以啊 你回去吧 以后你就在你家 别来了 你不算我们家人了 她知道你们没有扯证吗 我婆婆好像知道 然后她就说 你回去之后 你不要来了 我们家装不下你 你是千金大小姐 我们家装不下你 我就委屈 我就吓得不行 我就跑出去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我说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你看中的人 你不是说好吗 然后我妈就说 就说我爸 这都是你惯的 我爸就说 我明天过来一趟 第二天她就带着 跟她三叔一起 就过来广东了 我婆婆就主要就说 我怎么花钱 怎么好吃懒做 怎么不懂事 然后她当时 可能是看到我爸 跟她三叔都来了吧 然后她就跟我 当着我爸面 她就说 妈 这是我看中的人 她就是凭她吃 你看她那瘦不垃圾的 她能吃多少东西 咱家还不够她吃 不能说人家 怀个大肚子 你让人家走 别来了 这说不过去的 但是我爸后来就说我 你该改还得改 你这毛病太多了 你婆婆说的 我都赞同 说实话 妥协之间弄成这样 你是最难受 但是你要在你母亲面前 去维护她 在她爸爸和你三叔面前 说你母亲 你母亲受得了 其实当时我个人也挺为难的 毕竟她那时候怀着孕 我其实跟我妈 平时日常的相处 也很简单 然后就是平时说话 也是直来直去 我就说反正就是 她怀孕的时候 你场着让她吃 她能吃多少 她想吃啥 就让她买呗 她跟你闹过吗 后来有一次矛盾 但是当时没有 后来有什么矛盾 其实我怀我儿子的时候 我就跟她商量 我说咱结婚太早了 太快了 咱这个孩子要不然先不要 我婆婆 还有当时她姐 就是我婆姐 当时就说 你只管生 你生了之后 我跟我妈又带 我妈带 不让你带 我就被这句话洗脑了 我就觉得我就是负责生 然后以后我就不用带孩子 但是我生完孩子之后 这些都不一样了 我婆婆带我儿子 还没带两天 就耳聋了 我儿子哭的 她奶奶耳聋 间接性的耳聋 但是她的耳聋 也就那两天 她耳聋好了之后 她也不带孩子了 她就跟我说 她说你生的 你就得带 我说那之前 你怎么不这样说 你说了 我只管生 我不带 她说哪有谁 你出去打听打听 哪有一个妈 生完孩子 不带孩子的 有没有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委屈 还到处跟工人面前 就回我婆婆的名声 我就说 看见没有虚伪 我生之前人家说带 生完之后 人家说不带就不带 被我婆婆知道了 有一次 我逛菜市场的时候 推了我儿子 我听见我婆婆 跟邻居在一块聊天 她说 要不是她怀孕了呀 我儿子不会要她的 你以为她是个什么东西呀 当时我听得特别难受 我就回到厂里 我就跟我婆婆闹 我婆婆就说 你不是说 我不给你带孩子吗 那行 从现在开始 孩子我抱走 你一面你都不许见 当时我儿子就跟着我 那时候就是 一直都是我自己带的 突然让我一面都不见 我特别难受 我们住的地方 和我婆婆住的仓库 有两分钟的路程 然后她就把孩子抱过去 好几天都不让我见 就不让我见孩子 我就 当时我就特别难受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 我记得特别亲手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能这辈子 我都忘不了 我就敲我婆婆的门 我就说 我说我求你了 把孩子还给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说 你不给我带孩子了 我当时我还是 跪在她的门口说的 我就说 我再也不说了 我保证我不说了 你就第一次 这么委屈自己了 对 第一次认怂 是为了孩子 你看见吧 再怎么浇灌的母亲 认怂也是为了孩子 然后 我就 我儿子我就自己带嘛 我就说 你不带就不带吧 我以后我也不埋怨你了 我就自己带呗 反正我自己生的嘛 我就带呗 后来我生我二闺女 我怀了我二闺女 然后 我就在她面前 不停地抱怨 我就说 现在我生了 怀了老二 你妈再不能像之前那样 说不管就不管 你为什么又要生老二呢 因为有了儿子 想要女儿 有一次 我跟她 说起她妈这个事 我跟她吵架 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她面前 说了她妈一句 我说你妈特别贱 就说了一句这个 然后她就 她就说我 她说毕竟那是长辈 毕竟是我妈 你咋能这样说 你这样说的话 你教养在哪 我说我现在 我火发了 我无所谓 然后我就拿那个烟灰缸砸她 拿东西砸她 当时我大肚子 就快生了 然后我就砸她 她就护着我 怕我砸出什么事来 砸着她倒没事 她说怕砸着孩子 护着护着 不知道护着怎么定 我就自己倒了 倒在那个沙发 那个 沙发这边有一个茶戟 当时就羊水就破了 就把我送到医院 她吓坏了 就这样 急急忙忙的 二闺女就出生了 当时说老人那个话 可能确实没素质 然后也 显得自己特别就是 没有档次那种感觉 这个男人是真不错 她真是挺能科技 你爸什么性格 我爸比我还好 我猜就是这样 你妈脾气肯定也不好 我妈 也比较强势 对啊 所以你爸比你脾气好 让着你妈 对吧 你对她也是一样的 怎么着 怎么后来 然后生完我二闺女 我就想着 要不然把这儿扯了吧 她不愿意了 她拒绝 我就心想着 她肯定就是 不喜欢我了呗 变心了呗 就是让我去 就是现在就把我 当生孩子机器了 我就是给你负责生孩子的 领不领证 无所谓了 然后她就拒绝 她说 忙 咱长这么忙 哪有时间回家扯证啊 行啊 忙 其实她说扯证的话 其实我心里 其实当时想的是挺开心的 但是 毕竟我也知道 她跟我妈的矛盾 其实一直都在 但是可能就是说 那个爆发点还没有出来 我自己心里倾诉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可能是 想调一下她吧 让她 自己知道自己 有的方面做的 确实是 该改的话 你还是要改的 然后我就心想就急过 我就你以为你是谁啊 不理就不理 然后是中间有一件事 我就觉得 她可能真不是变心了 13年的时候 我爸生意失败 就是需要再投资 我爸就打电话 打到我这来 他说 你看我现在呢 最起码 最低的话 可能要10万块钱来翻身 但是我这20多年的生意 我不想这样就放弃了 你看你们 手里能不能拿得出 这10万块钱 但我爸也是抱着 事实的态度 因为他当时他知道 我们家还有一个大事 就是我公公 当时查出来是肺癌晚期 我们当时给我公公看病 已经在花钱了 然后我爸也是说 他说 我知道你们没钱 我只是抱着 事实的态度 你们看 就是身边有朋友的话 帮爸借一下 给点利息借一下也可以 因为老家 如果让一个人 掏出10万块钱的话 确实有点困难 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你也不是不知道 四七他爷爷 就是这病没少花钱 我们家确实没什么钱了 然后我爸说 那就算了吧 那我也不为难你了 上午打的电话 下午他就把10万块钱 打到我爸那儿了 就给我爸了 就是这件事 我爸后来跟我说 他说 他说确实 他说你们没钱 他还能帮我凑这个钱 你自己看 你以后 你这性格各方面 你自己看 你得该长大 也长大了 哪来的钱 那边做生意 有一点好处 就是说 只要我们有单子在的话 别人都 你在别人那里拿的话 我们可以让别人 退个五个点 六个点这样 然后别人给现金给你 然后我们就是 拿自己的单子 去给别人换钱 也就是亏着卖 对 当然就是少赚一点 亏着卖一点 这件事情也要为你点赞 挺爷们 因为我公公当时得病 肺癌晚期 也是在广东 在汕头大医院里面 也没少花钱 我婆婆在我面前提了一回 她说 你看你爸这个病 还要不要看 因为别人也说了 是肺癌晚期 她下一句话没说 其实我能明白 她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看的话 也是人才两空 我就跟我婆婆说 我说 人一刻没走 这病都得看 咱家要是 看病 给我爸看病 要是卖房子 或者是卖地 或者是卖我们工厂 你说卖啥 就直接卖 你看病花多少钱 你不用跟我说 她说 我们是在外地看病 因为如果拿到咱家 去报销的话 可能医疗报销 可能也会 不会报销那么多 因为你是一地看 我说那没关系 就是不报销 咱卖房子卖地也得看 那看病跟做生意不一样 我爸的生意可以不做 但是这边的病 必须得看 然后我婆婆也是 可能 当然 我本来打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文化球技術 文化球技術 很難清楚的 然後他就說 他幫買房子賣地 因為我們當中 也有買了一塊地嘛 他說就說買房子賣地 然後這個我聽完了 我出來心裡 后来后面又花生上别的事情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嘛 然后我们后面就是开了很多那个新产品 新产品其中有一款可能就是设计师设计的 有点就是说操袭的 然后就 清泉 对清泉 然后就 那天我在外面 然后我老婆打电话给我说 她说家里来了20多个警察 然后还有 还有很多那个记者 把我们厂封了 在围着的 当时我二闺女还在吃奶 她是在医院照顾我公公 我是在厂里面看着工人干活 然后带着孩子 然后当时我就在厕所给她打电话 我说咱们这个产品可能是跟那个大公司里面 撞了 然后人家告咱们的侵权 咱们现在是卡在这儿了 你不能出面 我当时我就找我朋友 朋友就说这个他可能要有三年的牢狱坐牢 最低的三年 没有 清泉只要赔钱就可以 我说那如果赔钱呢 赔钱的话 那你一千多件 一千多箱货回不来 你这算商议纠纷吗 然后还有就是你得最少要赔三百 三百多万的赔偿 对啊 然后我就说 我说那就罚款吧 那就交罚款 当时就把房子也卖了 当时我们一块地买的时候是49万 但是中间正火的那两年 人家有人愿意出150万来买那块地 但是我们没有卖 但是当时出这件事之后 有人花90万我就把它卖了 你是不是突然之间感觉到 自己能承担点事 是那个时候是这样 勇敢一些 凑了三百万吗 不够凑了三百万 然后周围的亲戚朋友 再借一点 然后当时这个事出了之后 厂的规模也 一下子就小了很多 工人也少了 产品也少了 然后生活一落千丈 那段时间 是不是觉得我 我老婆特了不起 那时候有吧 反正是他那时候 就是说 不要说 他后面就是说 能扛起的一切 我先不说 就凭他开始的一个 说可以卖房来治病 那个举动 我的内心就 特别满足了 那现在呢 现在还是做工厂吗 现在工厂倒闭了 确实那段时间过后 我们生意也是慢慢的不如以前 规模小了 但是由于今年疫情的情况 然后我们的订单都是国外的印度 但是疫情爆发了之后 所有订单都取消了 我们就剩仓库那点存货 那你们现在干嘛 工人也遣散了 现在就是 我爸的食材厂 就是他投资了 他投资了十万块钱 食材厂做的也还不错 他回来给我爸帮帮忙 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的 不管是有多少压力 一家人能健健康康的 然后 未来的日子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你还要重振旗鼓 你要创业 创业他有他的规划 我跟着他的脚步走 但是我认为 夫妻同心 夫妻恩爱的话 日子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你觉得是什么 让他有了成长 从老爸生病开始 然后就是说 工厂搞到侵权 你生活明显质量下降了的话 他自己就开始 慢慢地有很多的改变 你觉得是什么 让你成长 在我们工厂 工厂出事了之后 这三百万的罚款 啥啥都卖了 家里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到当时怀我们家老三 他知道我生前两个身体亏了 他还是 之前我坐月子的时候 喜欢吃那种那个粥 叫深海鱼的那种粥 一碗粥两百多块钱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 他还是给我买了 之前我跟孩子喜欢吃什么 他自己不吃 他偷着买给我们吃 买完之后他跟我说 不是那个价钱 我托谁谁谁便宜买的 他生意好也好 不好也罢 我和孩子在心目中 都是他就是苦了自己 也愿意给我们最好的 我觉得我必须得 活得像个人样的 就为了他 这个女生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成长 是因为她一直以来深沉的爱 还是因为她遭受的这些曲折 还是因为她当了母亲 到底是因为什么 接下来我们听听三位老师来解读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才能让你突然一下子转变 我觉得最重要的 根上的原因是你老公不愿意跟你结婚了 因为你以前一直特别任性嘛 然后你就觉得只要你想要的都能得到 他们都会顺着你的意思 你在感情上 在你们婚姻当中 他一直是属于站在高处的 突然发现 哎呦老公虽然宠我 但他不愿意 可能他会离开我了 你担心他你有危机感了 然后同时呢 你也发现其实自己在那么多年的婚姻当中 你已经深深地爱上他 依赖他 没有他 你可能很难想象以后的生活 所以你必须得改变自己 要做儿媳吧 就要孝顺公公公婆 要做妈妈 就要好好地陪伴孩子 要做妻子 就要去给老公分担 家里的负担 至少我要担起一半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你才开始成长 才开始真正地成为一个妻子 你爸爸可能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错的 但是他给你选的这个男人真不错 这个男人最值得你去珍惜的 不是他以前有多宠你 多爱你 多让着你 我觉得是他愿意花十年的时间 去等待他爱的女孩长大 这个才是 我觉得最值得给他点赞 希望今天以后你们继续努力 特别是你坚持做一个好妻子 好媳妇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如果他没有失去的这种紧迫感 他就不知道他拥有的东西的价值 所以在灵力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的先生就是让你去感受到了 有可能我认为一定会属于我的东西 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 可能他未必是 然后这个时候 对于失去 对于爱 我想会有更深的一个领悟 爸爸妈妈 虽然很爱你 但他们的教育方法是错的 他们让你没有能力去看清楚 你拥有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生活 总是会让我们把落下的课补上 所以今天你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故事 也给很多的为人父母或者即将为人父母的人去做了一个现身说法 我觉得有这么美好的成长的故事和浪漫的爱情的故事 让我们感觉特别的快乐 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祝你们以后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幸福 谢谢 谢谢老师 成年人是完全独立的个体 都到谈婚论嫁的是无法改变 最佳的相处方式是彼此的尊重 是接纳 张志谋没什么变化 一直在做自己 接纳 尊重 有耐心 因为他没有长大 小黄的到来可能提醒今天 刚刚当父母的人 怎么善待自己的掌上明珠 一定要跟孩子有更好的教育和引导 让他能理解 这个世界除了自己家 除了这些最疼最疼最疼自己的人 还有陌生人 还有波折 还有挫折 还有很多的磨难 我们在具备这样的能力 人生的本质是失去 比如说你会变老 你的厂子会破产 世界上最疼你的人 会一个一个给你告别 你的公主的面容会刻满皱纹 你会不敢照镜子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妻子 和一个成熟的母亲 是能够接纳失去的 你们俩 我认为能走得特别远 因为你们共国患难 谢谢你们的到来 祝你们白头些了 谢谢老师 行吧 接下来你有什么话 跟你丈夫说 来 谢谢你来了 我最想说的是 你以后做什么 我都支持 就是你做失败了 我也支持 你就是拿个碗出去要饭 我也带着三个孩子跟着你 我也相信你是 要着一个馒头 也会分给我们三个人 我们四个人吃 我们一家人吃得也开心 所以说你不要有 这方面的担忧 你只管去闯 我们都支持你 其实我一直都在这 行吧 那看看他送给你什么礼物 那你去取吧 我给他买了个钱包 这年头还有人用钱包 啥玩意 对 卡啊 对 啥意思 我给他存这四方钱 多少钱 咱家钱都在我这 我给你不多 咱家现在也没多少钱 这里面存了有三万多块钱 半开玩笑 但是半当真吧 他老说 他不掌权 手上没啥钱 你要是像以前所想的 要找一个白马王子 我估摸着 百分之九十 这个白马王子 会是一个不太好的男人 行 手牵手 再见 谢谢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育品关节 营养物不比例 暂时播出 你以后做什么 我都支持 夫妻同心 未来的日子 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其实我一直都在这 在生命当中 我们如果把日子过透了 会发现 其实抓住身边对你好的人 才是最大的之后 把爱自己的人 珍惜自己的人 距于千里之外 那是最大的笨蛋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索说 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说说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